你知道我在這個世界上 最珍惜的是什麼嗎 第一個字 羞死人了 阿霞 我走的這段時間 你還得受點委屈啊 受點委屈算啥呀 我跟你講啊 這人的度量呀 都是委屈給成大的 是是是 這人哪 就得學會安慰自己 這樣才能化解悲傷 不瞞你說 我是經常啊 就著這個酒 把委屈給喝了 我可告訴你啊 今天喝完這段酒 等你出去了 不能再喝了 那人生地不熟 冰荒麻亂呢 你可要小心一點 而且 我們都放心不下 我都這麼大個人了 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該不放心的應該是我 我知道 放心不下春妮吧 春妮有手瓶呢 這手瓶 你如果敢欺負春妮 我第一個饒不了她 你就揣著明白裝糊塗吧 知道我在說啥 還在那裝啥蟲嫩 我不知道 你說你年紀比我大那麼多 還有這麼好一閨女 你就糊塗就過得了 行了 那個 我去給你裝幾個包子 路上吃 那太好了 我就喜歡吃你包的海馬獻包子 我經常想啊 要是天天能吃上 那就該吃 共產主義生活了吧 那你今天不就過上 共產主義生活了 對 等你回來以後 我給你包上一籠 讓你每天都有得吃 你就給我裝糊塗吧 什麼裝糊塗呀 我不是說了嗎 咱倆的事 今天呀 就到此為止了 以後不許再提了 等你把我 這個事辦好了呀 我心裡 惦給你一輩子 我呀 再給你拿些錢 你裝著啊 你給我錢幹什麼 副處長 已經給我支過差旅費了 那是公家的錢 這個錢是我的 你就裝著吧 窮家富裕 你這去那麼遠的地方 真有個啥事呢 而且 想吃點杀 你就自個買 等我好消息吧 走了 路上慢點啊 大甲 等我回來 好 走 走 解呀 你們怎麼才回來啊 哎呀 你这吓了我一跳 我可这儿睡上了 回你屋睡去 我这不等着跟你说 担心大侠姐 她老手上破红工团也不回来 我是怕她急火攻心 你说咋整啊 她要是攻心呢 搁哪儿都攻 没事了 你就劝劝她 喂 妈 你那脖子咋了 我看看冲出去 我明白了 来来来 姐 关我 我姐夫到底是谁 滚犊子 同志们 风云突变 目前东北的形势 不容乐观啊 根据协定 苏联红军已经撤出了东北 在苏联红军撤出长春一小时 我军占领长春 又紧随苏联红军 占领哈尔滨 齐齐哈尔 但是国民党 依仗着武器精良 与我军在四平激战 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 现在国民党的部队 从辽北 全县进犯我军 到达了松花江畔 直逼哈尔滨 不光是在东北 在中原 国民党 纠集了十个整编师 三十余万人马 包围蚕食我中原军区部队 和我们隔海相望的 山东形势也不乐观 王耀武指挥十余万人 从济南 青岛对进 现在好在 烟台还在我们手里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一时的失败而气馁 李副政委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 是利用 大连特殊解放区的优势 不遗余力地支援前线 现在请福家庄同志 详细地说一下 当务之际 我们要确保前线支战员的 物资供给 大连和哈尔滨之间 有国民党的重兵阻隔 目前看来 想支援哈尔滨并不现实 延安指示我们 要把大连的物资 先运到烟台 支援焦东 支援山东 同志们 战争是长期的 延安指示我们 要早做准备 把物资公司那批被俘 早早地运到焦东 好好的 让一让 让一让 让我的糟子嘞 那好 好好的 来 你慢点 给 来 我的糟子嘞 来 我的糟子嘞 来 我的糟子嘞 来 给您 好 您慢点 给 来 谢谢 糟子 这我的糟子嘞 你干什么呢 慢点 我是来报到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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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方便 你看哈 介绍信 是公安局介绍的 那请请请 好好好 我叫崔海峰 把大门的 你找那个谁 孙经理 对对对 他刚回来 这车都是热的 是是 这帮的大泥点子 满车都是 干了就不好擦了 你忙你忙 我去啊 就在楼上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好好 谢谢 方先生啊 这都是一家人了 是不是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 好 你别看这物资公司 听起来好听 其实啊 事情一点都不少 这不有句老话吗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对对对 你说咱物资公司 管得最多的是哪儿啊 不就是粮草吗 是 这个仗是一打起来啊 咱都消停不了了 孙经理啊 可是我听说 美国五行上将 前参谋总长 马歇尔从中调停 已经和国民党的张群 共产党的周恩来 打成了国共停战协议 这哪还有战可打呢 天下太平 太平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这个蒋介石 可是坚持东北 不在停战范围那样 我跟你讲啊 方阁长 一山不容二虎 这蒋介石 就容不下共产党 现在国共两党 都在调兵补阵 正沿着以待呢 不是 这个时候 你看你 都 对对对 孙经理说的对 我这个人 对政治不开兴趣 这政治啊 到了我的脑子里啊 就糊涂得 跟江湖似的 胡蒙我是不是 这一会儿跟我扯什么 马 马 马什么人 马歇尔 马歇尔 一会儿又是停战协议的 你说你不懂政治 我能信 报纸上说的吧 其实我不是关心政治 我是关心太平 你说 这要打起仗来 遭殃的还不是老百姓 你说得真对啊 可这个蒋介石 他就不想叫天下太平 我听说啊 在东北台占了不少城市 你知不知道 接下来这个账啊 还得继续打 看来物资公司得派众兵把守啊 我觉得 还是不要大张旗鼓的好 你想想 咱们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这样最容易 掉进敌人的陷阱 说平同志 以前咱们在暗 现在咱们在明 在暗处的时候 咱们就总结过经营 再严密的防守 都会有漏洞 这点我同意 但我们也总不能 松松垮垮地坐以待毙吧 外松内捷 在暗处的敌人 他想搞破坏 不敢明目张胆地来 既然如此 咱们就设下陷阱 让他们自己掉进来 可方若瑜在物资公司